这节新闻先带您看到 全台公共工程一年高达有8000亿 相对的产生的碳排放量也相当可观 推动近零碳排放的政策 新北市导入了并建筑资讯模型工具 用来检视审核工程的每个环节 由上游的工部门来带头示范 联动下游的产业链 让民间也跟着动起来 继去年举行了研讨会之后 今年新北市再度针对建筑工程 净零碳排举办座谈 透过产官学研找出最好的可行办法 把这套经验分享出去 除了产官学一定要一起来努力配合 中央现在也开始 不管是在建筑管理或者是工程会 我们也是希望是说 我们也能够利用工程会的 工程物价的这个系统 然后是不是可以来连结 这个碳排量的这个资料库 然后也是一样能够推广 我们公共工程的这个 计算出它的碳排量 新北市近年从捷运工程 校舍改建等等各项公共工程 运用BIM工具 成功降低碳排放量 为的就是环保永续的落实 从2030减碳30%阶段性目标 一直到2050达成碳排净零 营建类还有到下游的制造类 因为都会有关联性 光是这一环呢 占了总碳排量呢 就有百分之将近20 也就是说 下游的产业 对于减碳这件事情 也有很大的影响 那再来看我们 从我们公共工程的 采购网里面来看 一年大概有8000亿的 公共工程在进行 所以有这么大的经费 在推动公共工程 也就是说 政府是很大的买家 强调建筑目前采取强制性 而公共工程则是自愿性 由各工部门订定规范 达成简单的目标 而承包的下游厂商 就会跟着一起做 这样机制也就会 自然建立起来 敬临新北市 永远新北市